雷军晒小米13,比iPhone手感好 在官宣完12月11日召开发布会后 雷军终于晒出了一批小米13的外观图 这次晒出的是小米13远山蓝配色 是一种科技纳米皮的版本 搭配上直屏直边的设计 别有一番风味 值得一提的是 本身素皮相比玻璃的手感就会更好 而小米13贝壳又采用了2.5D的边缘的手感 整体手感比类似设计的iPhone14系列明显更好 不过这次的远山蓝配色名确实有些出戏 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iPhone13 Pro远风蓝 至于整体外观方面 小米13此前就已经被全方位曝光了 正面是一块6.36英寸的中孔直屏 最大的亮点是视觉4等边 官方此前也公布了边框的具体信息 该机左右边框和上边框只有1.61毫米 下巴稍宽一些 但也只有1.81毫米 比iPhone14全系的边框都更窄 但这也有个弊端 此前有不少做配件的博主都在诉苦 透露小米13的边框实在太窄 保护壳与屏幕流出的空间太小 会与钢化膜冲突 如果与边框的距离做小了会顶膜 做宽了又会太难看 另外 这次的图片也能看出 小米13标准版还配备有对称式双扬声器 红外功能 小米13将全系标配骁龙8 Gen2处理器 性能强劲外 还有顶级的存储规格 LPDDR5X加UFS4.0 在性能和存储上带来全方位的提升 小米13与小米13Pro这次一定很成功 小米13采用6.36英寸居中单孔OLED柔性直屏 拥有1080P分辨率和120Hz刷新率 视觉四边等宽的设计 大幅度提升整机的正面颜值 屏幕采用三星E6发光材料 拥有1200尼特全局亮度和1900尼特峰值亮度 机身采用直角边框设计 机身宽度仅为71.5毫米 厚度和重量分别为7.98毫米和189克 素皮版本为8.1毫米和185克 机身有四款配色可供选择 玻璃版本为狂野绿 黑色和白色 素皮版为远山蓝 机身内置4500毫安时高密度硅氧负极电池 支持67瓦有线加50瓦无线加10W无线反冲功能 内置澎湃G1电池管理芯片 后置54MP 索尼IMX800 OIS光学防抖 加12MP超广角加10MP长焦 3.2倍光学变焦 OIS光学防抖 三摄组合 小米13 Pro同样搭载骁龙8 Gen2满屑三件套 采用6.73英寸三星E6G中单孔柔性曲面屏 拥有2K分辨率和LPPTO自适应刷新率 支持1920赫兹高频PWM调光功能 和小米13的那款屏幕一样 全局最高亮度为1200尼特 局部峰值亮度做到了1900尼特 内置4820毫安时电池 支持120瓦有线加50瓦 无线加10瓦反向无线充电功能 同样内置澎湃G1电池管理芯片 小米13 Pro拥有四款配色 远峰蓝版本后壳为素皮材质 剩下三款为陶瓷版本 它们分别为矿野绿 陶瓷黑和陶瓷白 机身厚度为8.38毫米 重量为229克 素皮版本为8.7毫米和210克 后置三摄为50MP主摄 索尼IMX989 ORS光学防抖 1英寸 加50MP超广角 三星JN1 加50MP长焦 三星JN1 3.2X ORS光学防抖 三摄组合 日常使用足够了 但是和小米12S Ultra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小米13可以卸载 所有没必要的应用 最后是不可卸载应用 出厂预装应用 一直都是手机厂商盈利的方式之一 可通过预装第三方应用 收取一定费用 好在这些第三方应用 几乎都可以卸载 但手机厂商在定制系统的同时 还会预装很多自家开发的应用 这些应用 其实很大一部分用户都不会用 但是又卸载不了 不可卸载应用的数量 会影响系统的流畅性 为了全面提升系统流畅度 小米这次 还对不可卸载应用大砍一刀 仅保留了短信 浏览器 设置 电话 联系人 文件管理 相机 应用商店这八款应用 也就是说 除了上面提到的八款自带应用不可卸载以外 其他的应用全部都可以卸载 可见MIUI14确实是诚意满满 重回巅峰 与iOS一较高低确实有实力 在强大的硬件组合和流畅的MIUI14系统加持下 小米13系列也必然会强势登顶 成为国产高端手机中的又一代表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